第四十四章 伊丽莎白料定达西先生的妹妹一到蓬勃里 达西先生隔天就会带着她来拜访她 因此决定那天整个上午都不离开旅馆 至多在附近走走 可是她完全猜错了 原来她舅父母到达蓝白屯的当天上午 那批客人就到了蓬勃里 他们到了蓝白屯的 便跟着几个新朋友到各处去溜达了一圈 刚刚回到旅馆去换衣服 以便到一家朋友那里去吃饭 忽然听到一阵马车声 他们便走到窗口 只见一男一女坐着一辆双轮马车 从大街上往这边来 伊丽莎白立刻就认出了马车夫的好一 心里有个数 于是告诉舅父母说 她就要有贵客光临 舅父母听了都非常惊讶 他们看见她说几话来那么窘 在把眼前的事实和昨天种种情景 前前后后想一想 便对这件事有了一种新的看法 他们以前虽然完全蒙在鼓里 没有看出达西先生爱上了他们的外甥女 可是他们现在觉得 一定是这么回事 否则她这百般殷勤就无法解释了 他们脑子里不断地转着这些新的念头 伊丽莎白本人也不禁越来越心慌意乱 她奇怪 自己怎么会这样坐立不安 她前思后想 很是焦急 怕的是达西先生为了爱她缘故 会在她妹妹面前 把她捧得太过分 她越是想要讨人喜欢 便越是怀疑自己没有讨人喜欢的本领 她为了怕让旧父母看见 便打从窗前退缩回来 在房间里夺来夺去 竭力装出心神镇定的样子 只见旧父母神色诧异 呀 这可更糟了 达西兄妹终于走进了旅馆 大家郑重其事地介绍了一番 丽莎白看到达西小姐 也和自己同样显得不好意思 不禁颇感惊奇 自从她来到蓝白屯以后 总是听说达西小姐为人非常傲慢 可是这会儿 她只观察了她几分钟的功夫 就断定她不过是过分地羞怯未缩 达西小姐只是唯唯诺诺 此外 你休想再逼得她 说出一句话来 达西小姐身材很高 身段比伊丽莎白粗壮 她虽然才16岁 可是已经发育完全 一举一动都像个大人 端状大方 她抵不上她哥哥漂亮 可是她的脸蛋长得聪明有趣 仪表又铅合文雅 伊丽莎白本以为她看起来 也像达西一样尖酸刻薄 不留情面 现在见她并不如此 倒放下了心 他们见面不久 达西先生就告诉伊丽莎白说 宾格莱也要来拜访她 她正要说一声不胜荣幸 可是话未出口 就听见宾格莱先生 上楼梯的急促脚步声 一刹那功夫 她就进来了 伊丽莎白本来已经对她心平气和 总使愚弄未消 只要看她这次来访 勤恳一切 喜庆重逢 这般情景便使得她有气 也变得无气了 她亲亲切切地问候她 全家安好 虽然只说了几句寻常话 可是她的容貌谈吐 却完全和从前一样 安详愉快 加丁娜夫妇也和她有同感 认为她是个耐人寻味的人物 他们早就想见见她 眼前这些人 确实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 他们因为怀疑达西先生 跟他们外甥女的关系 便禁不住偷偷仔细观察 双方的情形 观察的结果 他们立刻确定两个人中间 至少有一个 已经尝到了恋爱的滋味 小姐的心思 一时还不能断定 可是先手方面 显然是情意绵绵 伊丽莎白忙于应付 她既要明白在场宾客中 每个人对她观感如何 又要确定 她自己对人家的观感如何 还要博得大家的好感 她最怕不能博得大家的好感 可是效果偏偏非常好 因为她要讨好的那些人 未来之前都已对她 怀着好感 冰格兰存心要和她交好 乔治安娜极想和她要好 达西非要讨她的好不可 看到了冰格兰 她一切的念头 自然就转到自己姐姐身上去了 她多么想要知道 她是不是也同她一样 会想到她姐姐 她有时觉得 她比以前说话少了 不过有一两次 当她看着她的时候 她又觉得她竭力 像在她身上看出一点 和姐姐相似的地方 这也许是 她自己的凭空遐想吧 不过有一件事 她看得可真切 人家都说 达西小姐是基因的情敌 其实冰格兰先生 对达西小姐并没有什么情意 他们两人之间 看不出有什么特别钟情的地方 无论什么地方 都不能证明 宾格兰小姐的愿望 一定会实现 伊丽莎白立刻就觉得 自己这种想法 颇尽情理 宾格兰们临走以前 又发生了两三件小事 伊丽莎白因为爱姐心切 便认为 这两三件小事 足以说明 宾格兰先生对基因 依然旧情难忘 而且她还想多攀谈一会儿 以便谈到基因身上去 只可惜她胆量甚小 未敢如此 她只有趁着别人 在一起谈话时 才用一种万分遗憾的语气 跟她说 我和她好久不曾相见 真是浮薄远浅 她还没有来得及 回她的话 她又说道 有八个多月不见面了 我们是 十一月二十六号分别的 那一次我们大家都 在尼尔菲花园跳舞 伊丽莎白见她对此事 记得这么清楚 很是高兴 后来她又趁着 别人不在意的时候 向她问起她姐妹们 现在是不是全在朗伯恩 这前前后后的一些话 本身并没有什么深意 可是说话人的精神态度 却大可玩味 她虽然不能常常 向达西先生顾盼 可是她只想随时撇她一眼 就看见她脸上 总是那么亲切 她听她谈吐之间 既没有丝毫的高傲习气 也没有半点 蔑视她亲戚的意味 于是她心里不由地想到 昨天亲眼看到 她作风大有改进 那即使是一时的改变 至少也保持到了今天 几个月以前 她认为和这些人打交道 有失身份 如今 她却这样乐于结交他们 而且要博得他们的好感 她看到她 不仅对她自己礼貌周全 甚至对那些 她曾经声言看不入眼的 亲戚们 礼貌也颇周全 上次 她在汉斯夫牧师家里 向她求婚的那一幕 还历历如在目前 如今对比起来 真是前后 判若良人呢 这种种情形 实在使她激动得太厉害 使她几乎禁不住 把心里的惊奇 流露到了脸上来 她从来没见过 她这样一心 要讨好别人 无论在尼尔菲花园 和她那些好朋友们 在一起的时候 或是在 罗欣斯 跟她那些高贵的亲戚 在一起的时候 也不曾像现在这样 虚怀若骨 有说有笑 何况她这样的热情 并不能增进 她自己的体面 何况她现在 殷勤招待的这些人 即使跟她攀上了交情 也只会落得 尼尔菲花园 和罗欣斯的太太小姐们 嘲笑指摘 这些客人 在他们这儿 待了半个多钟头 临走的时候 达西叫她妹妹 跟她一起向迦丁娜夫妇 和班纳特小姐表示 希望他们在离开这儿以前 上彭博里去 吃一顿便饭 达西小姐 虽然对于邀请客人 还不大习惯 显得有些畏畏缩缩 可是 她却立刻照做了 于是迦丁娜太太 望着外甥女 看她是不是愿意去 因为这次请客 主要是为了她 不料 伊丽莎白转过头去 不想 加丁娜太太 认为这是 假吃假呆 是一时的羞怯 而不是不喜欢 这次邀请 她又看看 自己的丈夫 她本来就是个 爱交集的人 这会儿更显得 完全愿意去的样子 于是她就大胆答应了 日期定在后天 宾格莱表示 十分高兴 因为她又可以 多一次看到 伊丽莎白的机会 她还有许多话要和她谈 还要向她打听 哈佛德郡 某些朋友的情况 伊丽莎白认为 这一切都只是因为 她想从她嘴里 探听她姐姐的消息 因此心里很快活 凡此种种 虽然她当时 倒并不怎么特别欢心 可是客人们走了以后 她一想起刚才 那半个钟头的情景 就不见得意非凡 她怕旧父母 追三问四 很想走开 所以她一听完 他们把宾格莱赞扬了一番以后 便赶快去换衣服 可是她没有理由 害怕贾丁娜夫妇的好奇心 因为他们并不想 强迫她讲出心里的话 她跟达西先生的交情 显然不是他们以前 所猜想的那种泛泛之交 她显然爱上了她 旧父母发现了许多蛛丝马迹 可又实在不便过问 他们现在一心只想到 达西先生的好处 他们和她认识到现在为止 从她身上找不出半点错处 她那样的客气 使他们不得不感动 要是他们光凭着自己的感想 和那个管家奶奶的报道 来撑到她的补人 而不参考任何其他的资料 那么哈佛德俊那些认识她的人 简直辨别不出 这是讲的达西先生 大家现在都愿意去相信 那个管家奶奶的话了 因为她在主人四岁的那年 就来到她身边 当然深知主人的为人 加上她本身的举止 也令人起敬 那就绝不应该贸贸然地 把她的话置若罔闻了 何况根据蓝白屯的朋友们 跟他们讲的情形来看 也觉得这位管家奶奶的话 没有什么不可靠的地方 达西除了傲慢之外 人家只摘不出她有任何错处 说到傲慢 她也许果真有些傲慢 总是她并不傲慢 那么那个小镇上的居民们 见她全家中年足迹不至 自然也要说她傲慢了 不过大家都公认她 是个很大方的人 既苦就贫 慷慨解囊 再说约翰 他们立刻就发觉 她在这个地方 并不十分受人器重 虽然大家不大明了 她和她恩人的独生子 之间的主要关系 可是大家都知道 她离开德比郡时 曾经欠下了多少债务 后来都是达西先生 替她偿还的 伊丽莎白这个晚上 一心一意只想到彭博里 比昨天晚上还要想得厉害 这虽然是一个漫漫的长夜 可是她还是觉得不够长 因为彭博里大厦里 那个人弄得她心里千头万绪 她在床上 整整躺了两个钟头 睡不着觉 作思又想 还弄不明白 对她究竟是爱是赠 她当然不会恨她 绝不会的 恨早就消了 如果说 她当真一度讨厌过她 她也早就为当初这种心情 感到惭愧 她既然认为 她具有许多高尚的品质 自然就尊敬起她来 尽管她开头 还不大愿意承认 事实上 早就因为尊敬她 而不觉得她有 丝毫讨厌的地方了 她现在 有听到大家都说她的好话 昨天 她又亲眼看到了种种情形 看出 她原来是个性格很柔顺的人 于是尊敬之外 又添了几分亲切 但是问题的关键 还不在于她对她尊敬和气重 而在于 她还存在着一片好心好意 这一点可不能忽略 她对她颇有几分感激之心 她所以感激她 不仅因为她曾经爱过她 而且因为当初她虽然那么意气用事 斩钉解体地拒绝过她 错怪过她 如今她却绝不计较 反而依旧爱她 她本以为她会恨她入骨 绝不会再理睬她 可是这一次邂逅而遇 她却好像急不带缓地 要跟她重修就好 提到他们两人本身方面的事情 她虽然就情难忘 可是语气神态之间 却没有粗陋怪癖的表现 只是竭力想要获得 她亲友们的好感 而且真心诚意地 要介绍她和她的妹妹认识 这么傲慢的一个男人 会一下子变得这样谦虚 这不仅叫人惊奇 也叫人感激 这不能不归根于爱情 浓烈的爱情 她虽然不能千真万确地 把这种爱情说出一个所以然来 可是她觉不觉得讨厌 而且还深深地被打动了心 觉得应该让这种爱情滋长下去 她既然尊敬她 气容她 感激她 便免不了极其关心到她的幸福 她相信自己依旧有本领 叫她再来求婚 问题只在于 她是否应该放心大胆地 施展出这副本领 以便达到双方的幸福 晚上她和舅母商谈 觉得达西小姐那么客气 回到彭博里已经是吃早饭的时候 却还当天就赶来看他们 他们即使不能像她那样礼貌周全 至少也应该稍有礼貌 去回拜她一次 最后他们认为 最好是明天一大早 就上彭博里去拜候她 他们决定就这么办 伊丽莎白很是高兴 不过她只要问问自己为什么这样高兴 却又答不上来了 吃过早饭以后 加蒂娜先生马上就出去了 因为上一天 她又重新跟人家谈到了钓鱼的事 约定今天中午到彭博里去 和几位绅士碰头 伊丽莎白现在认为 冰格莱小姐所以一向厌恶她 原因不外乎和她吃醋 她既然有了这种想法 便不禁觉得这次到彭博里去 冰格莱小姐一定不会欢迎她 尽管如此 她倒想看看这一次旧与重逢 那位小姐是否会多少顾全一些大体 到了彭博里的大厦 家人们就带着她们走过穿堂进入客厅 这间客厅北面景色非常动人 窗外是一片空地 屋后树林茂密 港鸾耸蝶 草地上种满了美丽的橡树和西班牙栗树 真是好一派赏心悦目的夏日风光 达西小姐在这间屋子里接待她们 跟她一同来接她们的 还有赫斯托太太 冰格莱小姐 以及那位在伦敦跟达西小姐住在一起的太太 瞧着安娜 对她们礼貌非常周全 只是态度颇不自然 这固然是因为她有几分羞怯 生怕有失礼的地方 可是在那些自以为身份比她低的人看来 便容易误会她为人傲慢矜持 幸亏加丁娜太太和她外甥女儿绝不会错怪她 反而还同情她 赫斯托太太和宾格莱小姐只对她们行了个屈膝礼 她们坐定之后 宾主之间许久不曾交谈 实在别扭 后来 还是安娜丁娜太太第一个开口说话 这位太太是个和蔼可亲的大家闺秀 你只要瞧她竭力想出话来攀谈 便可以知道她确实比另外两位有教养得多 全靠她同加丁娜太太先攀谈起来 再加上伊丽莎白不时地插几句嘴 助助性 谈话才算没有冷场 达西小姐好像想说话又缺乏勇气 只是趁着人家听不见的时候 只无一两声 也总算难得 伊丽莎白立刻发觉宾格莱小姐在仔细地看着她 注意她的一言一语 特别注意她跟达西小姐攀谈 如果伊丽莎白跟达西小姐座位隔得很近 攀谈起来很方便 她绝不会因为慰藉宾格莱小姐 而就不和达西小姐攀谈 可是既然务须多谈 再加上她自己也正心思重重 所以也并不觉得遗憾 她时时刻刻都盼望着男客们一同进来 可是她虽然盼望却又害怕 她究竟是盼望的迫切 还是害怕的厉害 她自己也几乎说不上来 伊丽莎白就这样坐了一课中之后 没有听到冰格莱小姐发表一言半语 后来忽然之间吓了一跳 原来是冰格莱小姐冷冰冰地问候她家里人的安好 她也同样冷冷淡淡 简简单单地抚养了她几句 对方便也就不再开口 他们来了不久 用人们便送来了冷肉 点心 以及各种硬食鲜果 本来达西小姐一直忘了叫人端来 幸亏安妮斯雷太太频频向她做着眼色 装着微笑 方才提醒了她做主人的责任 这下大家都有事情可做了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见谈 可是每个人都会吃 大家一看见那一大堆美丽的葡萄 油桃和桃子 一下子就聚拢来围着桌子坐下 吃东西的时候 达西先生走了进来 伊丽莎白便趁此辨别一下自己的心情 究竟是希望她在场 还是害怕她在场 辨别的结果 虽然自以为盼望的心情 多于害怕的心情 可是她进来了不到一分钟 她却又认为她还是不进来的好 且说达西原先同自己家里 两三个人陪着加丁娜先生在河边钓鱼 后来一听到加丁娜太太和她外甥女当天上午就要来拜访 乔治安娜便立刻离开了他们回到家里来 伊丽莎白见她走进来便随机应变下定决心 促使自己千万要表现的从容不破落落大方 她下定这个决心确实很必要 只可惜事实上不大容易做到 因为她看到全场的人都在怀疑他们俩 达西一走进来 几乎没有一只眼睛不再注意着她的举止 虽然人人都有好奇心 可是谁也不像宾格莱小姐那么露骨 她在她对他们两人中间随便哪一个谈起话来 还是满面笑容 这是因为她还没有嫉妒到不择手段的地步 也没有对达西先生完全死心 达西小姐看见哥哥来了便尽量多说话 伊丽莎白看出达西极其盼望她跟她妹妹处熟起来 她还尽量促进他们双方多多攀谈 宾格莱小姐把这些情形看进眼里很是气愤 也就顾不得唐突顾不得礼貌 一有机会便冷言冷语地说 请问你伊丽莎白小姐 麦里屯的民兵团不是开走了吗 府上一定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吧 她只是不敢当着达西的面 明不张胆地提起约翰的名字 可是伊丽莎白立刻懂得她指的就是那个人 因此不禁想起过去跟她的一些来往 一时感到难过 这是一种恶意的攻击 伊丽莎白非要狠狠地还击她一下不可 于是她立刻用一种满不在乎的声调 回答了她那句话 她一面说 一面不由自主地对达西望了一眼 只见达西长红了脸 恳切地望着她 达西的妹妹更是万分慌张 低头无语 宾格莱小姐如果早知道这种不三不四的话 会使得她自己的意中人这样苦痛 她自然就绝不会说出口了 她只是存心要打乱伊丽莎白的心思 她以为伊丽莎白过去曾倾心于那个男人 便故意说了出来 使她出出丑 让达西看不起她 甚至还可以让达西想起她几个妹妹 曾经为了那个民兵团 闹出多少荒唐的笑话 至于达西小姐想要私奔的事情 她一点也不知情 因为达西先生对这件事一向尽量保守秘密 除了伊丽莎白小姐以外 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 她对宾格莱的亲友们隐瞒得非常小心 因为她认为以后要和他们攀亲 这也是伊丽莎白意料中的事 她的确早就有了这个打算 也许就是为了这个原因 便对宾格莱的幸福更加关心 可并不是因此而千锋百计地拆散 宾格莱和班纳特小姐的好事 达西看到伊丽莎白不动声色 方才安下心来 宾格莱小姐苦恼失望之余 不敢再提到约翰 于是乔治安娜也很快恢复了正常的神态 只不过一时之间还不好意思开口说话 她害怕看到她哥哥的眼睛 事实上她哥哥倒没有留意 她也牵扯到这件事情里面 宾格莱小姐这次本来已经安排好神机妙算 要使得达西回心转意 不再眷恋伊丽莎白 结果反而使她对伊丽莎白更加念念难忘 更加有情意 这一问一答以后 客人们没有隔多久就告辞了 当达西先生送他们上马车的时候 宾格莱小姐便趁机在她妹妹面前大方牢骚 把伊丽莎白的人品 举止和服装都一一编派到了 乔治安娜可并没有接嘴 因为她哥哥既然那么推崇伊丽莎白 她当然也对她有了好感 哥哥的看法绝不会错 她把伊丽莎白捧得叫乔治安娜 只觉得她又亲切又可爱 达西回到客厅里来的时候 宾格莱小姐又把刚才跟她妹妹说的话 重新又说了一遍给她听 她大声说道 达西先生 今天上午伊丽莎白班纳特小姐的脸色多难看 从去年冬天以来 她真是变得太厉害了 我一辈子也没看见过哪个人像她这样 她的皮肤变得又黑又粗糙 路易上和我简直不认识她了 这种话尽管不投合达西的心意 她却还是冷冷地敷衍了她一下 说是她看不出她有什么变化 只不过皮肤黑了一点 这是夏天旅行的结果 不足为奇 宾格莱小姐回答道 老实说 我觉得根本看不出她有什么美 她的脸太瘦 皮肤没有光 左眉目也不清秀 她的鼻子也不过普普通通 讲到她的眼睛 人家有时候都把她说得那么美 我可看不出有什么大不了 她那双眼睛有些尖刻像 又有些恶毒像 我才不喜欢呢 而且拿她的整个风度来说 完全是自命不凡 其实却不登大雅之堂 真叫人受不了 宾格莱小姐既然早已拿定主意 达西爱上了伊丽莎白 又要用这种方法来博得她的喜欢实在不太高明 不过人们在一时气愤之下 往往难免有失算的时候 她看到达西 终于给弄得多少有些神色烦恼 便自以为如意算盘打成功了 达西却咬牙切齿 一声不吭 她为了非要她说几句话不可 便又接着往下说 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在哈佛德郡认识她的时候 听人家说她是个有名的美人 我们都觉得十分奇怪 我特别记得有一个晚上 他们在尼日菲花园吃过晚饭以后 你说 她也算得上一个美人 那么她妈妈也算得上一个天才了 可是你以后就对她有印象起来了 你也有一个时期觉得她很好看 达西真是忍无可忍了 只得回答道 话是说得不错 可是那是我刚认识她的时候 最近好几个月以来 我已经把她看作 我认识的女朋友当中最漂亮的一个 她这样说过以后便走开了 只剩下了宾格莱小姐一个人 她逼着她说出了这几句话 本以为可以借此得意一番 结果只落得自讨没趣 加蒂娜太太和伊丽莎白回到寓所以后 便把这次做客遇到的种种事情 详细谈论了一番 只可惜大家都感到兴趣的那件事 却偏偏没有谈到 凡是他们所看到的人 他们都拿来一个个平头论足 又一一谈到个人的神情举止 只可惜 他们特别留意的那个人却没有谈到 他们谈到了她的妹妹 她的朋友 她的住宅 她请客人们吃的水果 样样都谈到了 只是没有谈到她本人 其实 外甥女真希望救母大人 谈谈对那个人印象如何 救母大人 也极其希望外甥女 先扯到这个话题上来 这是怎么办对的 这是怎么办对的 这些地方 看起来